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 签路式根文件系统的构建 以及了解一下我们的VTBOX项目 在上一节课程中 我们讲了签路式根文件系统的一个框架 那么我们如果要自己构建一个根文件系统 我们每次是从年开始呢 然后自己来开始构建 还是说我们可以有一个现成的一个通用的一个框架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来构建我们的根文件系统 当然我们可以从年开始 但是也许我们更好的一个选择是一个 从一个通用的一个框架来开始构建我们的根文件系统 那么今天我们来先第一的话 我们第一步我们先来尝试着从年开始 然后来构建一个可以使用 让Linux类和正常启动的一个根文件系统 我们来尝试一下 好 我们这里呢先建议先建立了一个目录 先建立一个目录 然后作为我们等一下 作为我们的根文件系统的一个挂载目录 那么我们先来建立我们在上一节课讲到的一个根文件系统 它必须要有七个我们上节课讲到了的七个 一般来说必须的目录 我们先建立七个必须的目录 PC目录 然后是我们的Vlog目录 Lab目录 我们先建立我们的七个必须的一般来说必须的目录 然后我们上节课讲到一个根文件系统的话 它还必须有一个我们的可执行程序 是吧 除了目录结构以外 还必须有一个Linux类和执行的可执行程序 那么这里的话可执行程序 我们的话先我们就不自己写了 我们先从现有的文件系统根文件系统里面拷贝 可执行程序过来用 先拷贝过来用 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根文件系统 最小的根文件系统需要哪些文件 需要哪些文件 我们先拷贝一个过来 先拷贝一个过来 我们的是上节课看到是闭目录下的Bizybox 我们先把这个拷过来 然后我们建立一个我们的链接文件 作为我们的那个启动 我们的启动程序 启动程序 就是我们的启动程序 初始化程序 好 我们建立了我们的初始化程序 那么我们上节课就讲到了 根文件系统的一个条件 一个要求 它必须满足目录结构和这个启动程序 那么是不是这样的一个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根文件系统 就这样的一个系统 文件系统是不是就已经可以 让我们的link系统正常的启动了呢 那么我们来试一下就知道了 好 这里的话呢 我们看到就是我们之前 前面几节课用到的一个内核启动参数 我们把这个nfs目录 这个目录改掉 改成我们刚刚的这个目录 刚刚的这个目录 改成我们这个目录 改成我们这个目录 我们来测试一下我们这个文件系统是不是可以用了 好 我们来测试一下我们这个是可以用了 这个顶部门 表现我们比较好 然后我们这个顶部门 是我们的mimi 然后我们粘贴一下 然后我们暂贴一下 我们的这个 那么我们看到这里呢 我们已经改成了我们刚刚的那个 更无情分布录是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 内核能不能正常的一个启动 那么我们看到这里 内核一级启动完成了 终端无响应 创作无响应了 说明我们启动失败 是吧 启动失败 那么我们启动失败 那么我们来首先来看这个打印 看内核的打印信息 VFS打印 挂载根文件系统 NFS在这个设备 在这个设备节点上 也找到了根文件系统 那说明我们的文件系统 NFS文件系统 是已经被根文件系统 已经被识别到了 这一点没问题 好 那么init内存已经被释放掉了 但是我们看这里 我们的init程序 我们是linux rc 我们看到这里直线失败 inux rc 执行失败 那么执行失败 我们看到这里的话 是内核崩溃了 就是无法执行 内核崩溃 它这里内核打印是说 找不到init程序 那我们尝试传一个init的选项 结局 但实际上我们已经传了 那么这个应该不是我们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会无法执行呢 为什么会无法执行 我看到这里说 去看lux内核里面的文档 这个文档 那么我们也是第一次 我们来尝试构建 那么我们就去查到这个文档 看一下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 缺少什么东西 缺少什么东西 我们看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lux内核 我们这里有一个3.8的内核 也是我们开发版使用的内核的一个版本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刚刚的那个文档说明 看一下我们的文档说明 这是我们的文档说明 那么我们看到这里 我们看到这里 它这里列出了 我们执行失败可能的几个原因 ABCDE 5个原因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哪个原因是不满足的 无法挂载第一个原因 无法挂载根文件系统 那我们刚刚已经看到VFS 实际上已经识别到了文件系统 根文件系统 所以这个不是 那么init二进制程序不存在 我们是看到的话 我们的init程序是存在的 是存在的 那么破损的终端设备 cancel设备 那我们刚刚看到 我们在做我们的最小根文件系统的时候 实际上是没有创建我们的 在没有在DV目录下 创建我们的绘画终端 所以这个我们要补上 然后二进制存在 但是依赖不满足 我们刚才没有去管任何依赖关系 那么我们要查一下 它是不是缺少依赖关系 我们等一下可能要补上 那二进制程序无法被加载 也有可能 那么我们针对 我们是后面的cde 我们来看一下 它应该怎么来做 c 那么我们就需要去创建一个终端设备 我们等一下就直接去创建一个设备接点就行了 那么D 我们看下D刚刚说的存在 但是缺少依赖关系 那么查询一下是否缺少依赖库 用这个命令 这里看到用这个命令 ledelf 这个命令 看一下是否缺少依赖库 我们等一下看一下 还有这个动态库 我们也没有 那么我们需要考验进去 那么我们先把这几个条件实现一下 我们再回到我们刚刚的目录 那么我们先在第一位目录下创建我们的规划设备 用backloadmini 创建我们的绘画设备 cancel 那么用它是字符设备 主设备号5 次设备号1 好 OK 那我们创建了绘画设备 那么我们刚刚的一个条件满足了 那么我们再回来 然后是刚刚的条件是依赖 我们的依赖库 那么我们首先我们在谷一下什么都没有 那么我们至少要拷贝刚刚看到的ldinx.so动态库 是吧 那么我们从这个里面拷贝我们的ld动态库过来 刚刚应该是这个是吧 把这个拷贝过来 然后那我要看一下我们的用led的动态 看一下我们的初始化程序是不是依赖于其他的一些动态库 是不是依赖于其他的动态库 好 那么我们这里看到它实际上还有依赖于这三个动态库 我们都没有 那么我们需要拷贝过来 需要拷贝过来 Lab CRT 把这个拷贝过来 soe 把这个拷贝过来 第一个依赖库 我们初始化程序的第二个依赖库 第二个依赖库 然后是我们初始化程序的第三个依赖库 好 那么我们第一个缺少中的那个绘画设备文件 我们已经解决了 创建了 第二个初始化程序的依赖库 我们刚刚也已经在这里满足了 实现了 是吧 好 那么这里我们再来看一下 再来看一下 再来看一下我们这边不能加载启动 好 再来上一下电 再来上一下电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能不能启动 好 那么这里我们看到 我们刚刚的内核崩溃信息已经没有了 但是我们看到有一堆的打印 首先这里有什么无法运行什么etc in的点滴rcsmin 这个脚本 我们看到它是没有这个文件的是吧 然后无法打开这个什么tty234这个文件 刚刚看到我们也没有创建是吧 也没有创建 也没有创建 好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是无法进入 我们看到这里也是 我们敲Enter的话 看到我们敲Enter键 可以激活这个控制终端 但是我们敲的话 它又告诉我们 没有这个 Beam 我们这个 没有这个Beam sh 这个命令 我们还有一些工作要做 还有一些工作要做 那么首先 那没有那个Beamsh 我们的share命令 就是我们share命令 那么我们就创建一个链接 创建一个软链接 创建一个软链接 好 这有一个软链接 然后我们刚刚也看到是没有 它说在ETC下面没有那个rcs文件 那么我们那就创建我们的 internet.js目录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来创建一个我们的rcs 创建一个rcs 那么我们先 我们来创建一个rcs 创建一个rcs 那么我们先拷贝一个 我们先拷贝一个 我们看一下 拷贝一个现在的 拷贝一个现在的过来 看一下是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先从现有的根文件系统里面 把这个文件拷过来 拷贝一下能不能ok 好 那么我们刚刚还看到是说它是告诉我们在第一位下面 缺少什么tty234 tty234 那么我们就串件 我们来串件这三个文件看一下 tty2 tty3 tty4 串件这三个文件 我们来看一下行不行 行不行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再来看一下 再来看一下 好 那么我们这里看到没有刚刚的 我们没有说找不到这个文件了 但是这个文件之行有一堆的命令找不到 看到这里面有一堆的命令找不到 一堆的命令找不到 一堆的命令找不到 然后的话 我们但没有看到刚刚那个什么 cantopen dvtty234的那个了 是吧 没有了 因为我们创建的那键件 好 我们先小enter键 那么我们看到了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进入到这个根文件系统里面了 进入到根文件系统 差不多中断了 是吧 进入到根文件系统 差不多中断了 那么至于这一堆的命令找不到 我们等下再来看一下 rcs 再来看一下rcs 好 现在我们进来了 那么进来了以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能不能看呢 看不到东西 是吧 没有这个命令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根文件系统 相当是已经了 Linux正常启动了 是吧 接下来就属于根文件系统里面的一些环境的问题了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根文件系统实际上是有效的了 是有效的了 好 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刚刚我们看到的一堆找不到的命令 我们先看到这是友善的rcs 我们看到这里有一堆的命令 有一堆的动作要做 我们先简化为主的话 我们先去掉后面的动作 我们先去掉后面的动作 我们先看一个简单的 看了 mini rootfs 我们先看简单的 我们先把后面的去掉 不要 我们先看最简单的 好 ok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启动 还会不会有刚才那些 未知命令 好 我们再看这里 现在没有了 是吧 没有刚才那些未知的命令了 没有刚才那些未知的命令 但是我们在这里现在 这些任何的ls 然后我们的是说 说 boot 等等 我们看到这些命令都找不到 是吧 需要都找不到 需要都找不到 但是我们能构置新闻的 bcbox 我们的这次pcls 那我们看到这里是ok的 好 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 我们从构建的这个 我们这个 我们先系统 我们构建的这个根本系系统 我们构建的这个根本系系统 最简单的一个根本系系统 这是可以用的 已经可以让 Linux内核正常的启动 进入一个操作环境 进入一个操作环境 但是缺少很多命令 是吧 缺少我们连最基本的命令 都没有 连最基本的命令都没有 只是一个正常启动而已 这个根本系系统 是吧 那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话 我们最简单的一个根本系统 只需要 有这些move 然后有这么一些文件就够了 有这么一些文件就够了 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这个根本系系统 它离正常的一个 我们的产品的一个需要 或者是项目的一个使用 是远远不够的是吧 远远不够的 最起码连一些最基本的命令 都没有 肯定是无法使用的 无法正常进行开发使用的 是吧 好 那么我们看到从零开始 而实际上这里面 虽然我们是从零开始的 而很多东西 我们都是直接拷贝现成的 根本系统的 所以不能说我们的工作 很多都被省略掉了 比如说 如果要是让我们自己去 比如说自己去写一个busybox 写一个初始化程序 那肯定就没这么简单了 还有这些动态酷 是吧 这些酷 反正这些酷 我们当然可以拷贝 但是 像这初始化程序 这些东西 我们肯定是必须用 其他的第三方的 是吧 如果是自己从零开始写 那就会复杂很多了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 我们刚刚从零开始 构建了一个最小的根本系统 已经可以Long Lake 正常启动 需要的东西不是很多 那么如果我们真的要去 就是说产生构建一个 可以正常在我们的产品开发过程中 在我们的项目开发过程中 能够正常应用的一个根本系统 那么我们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包括刚才的那一堆命令 包括我们的一些社会文件 还有一些酷 很多东西 是吧 都是需要格外的一些工作去做的 那么所以从零开始 构建根本系统的话 会有很多工作 而且很琐碎 可能会被遗忘 就是会被漏掉 会被漏掉 那么的话 有没有一个现成的 我们是说 就是说一个现成的一个框架 一个框架包含了这些基本的一些东西 通用的一些东西 目录 文件 还有一些工具 这些工具 基本的 那我们可以不用去 从零开始去找这些东西 聚合这些东西 那么我们这里介绍的 我们就是要介绍一下我们的BG Box BG Box项目 作为一个开源项目 它的目的就是说 把这些我们在Linx里面 Unix里面的一些工具 就是一些通用的小工具 常用的工具 集合到一个单一的这些文件里面去 单一的这些文件里面去 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到处的去 把这些工具找齐了 然后这个集合 就可以替代我们大部分的工具 它就变成简化 简单 简单 那就提供了一个比较完善的环境 可以让我们在嵌路式里面 就是去足够用了 去使用使用这些工具 那么BG Box 这是它的官网 我们可以看待它的官网 这是它的官网 然后的话 我们见它的官网的话 我们可以去见它的官网看一下 官网 这是官网 就可以去它的官网看一下 那么官网的最新版本是1.23.2 1.23.2 1.23.2 那么我是可以从官网下载一个 我已经下载了一个 从官网下载了一个最新的BG Box 下载了一个最新的BG Box 1.23.2 1.23.2 是最新的 从上面下下来的 那么我们解压 我们解压的看一下 这是它的原文件 开源项目一般提供的都是原文件 那么我们解压看一下 它的原文件 这是它的原文件 看到原文件有很多 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 那这是BG Box项目 它被称为嵌录式 Linx里面的律师军道 律师军道 是它的原码 那么我们如果是说要使用BG Box 的话 就是说从BG Box 官网下载一个稳定的一个版本 可靠版本 可以选择 它有很多是吧 然后我们去构建 从原码开始来构建 我们的一个二进制的一个BG Box文件 构建我们二进制的BG Box文件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嵌录式的版本 架构 体系架构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一般需要从原码开始构建一个科学性文件 那么我们先走一遍 我们看一下这个BG Box的一个构建流程 我们先不考虑 比如说架构之类的裁剪什么的 我们今天先看一下BG Box 怎么样从圆满得到一个二进制文件 以及怎么样从圆满得到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根文机系统的一个目标文件 好 那么我们各件 通常的构建的话是必须要配置 BG Box的构建呢 它和内核构建是差不多的 它一般呢可以说你可以去进行配置 我们的ManyoManyoManyoPagal 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的话 可以从这个去开始构建 去裁剪啊等等 我们看到这里有一大堆的东西可以去进行裁剪啊 配置 那么我们今天先不讲这个 我们下之后的课会讲到 我们先讲一下怎么样构建一个二进制文件 我们先构建一个当前平台的 那么我们先用一个默认的 这是默认的 我们先来构建一个 我们先来构建一个 我们先用默认的构建一个 我们先make 刚才拼置好以后 我们直接make就可以了 构建完了 我们构建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到了这里有一个BG Box的二进制文件 BG Box的二进制文件 BG Box的二进制文件 我们看到很小 加838K是吧 很小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格式是 我们这里看到它是当前平台的 64位的X86平台的一个可制限文件 ELF格式的 那么我们来安装一下 我们来安装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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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安装过程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安装过程 我们看到它安装完成了 那么我们再回去看一下 安装完成的一个结果 我们看到安装完成的时候 它实际上就只有这么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它这里的话就帮我们 我们看到的话帮我们把那些 我们刚刚缺少的时候 我们说缺少很多的什么命令 它实际上都是BGBOX的一个链接文件 但是它帮我们把这些链接都已经建立好了 那么就不需要我们一个一个去建立 去建立哪些需要哪些不需要 它把这些通用的命令都给我们建立好链接 那么刚刚的那些错误就不会打印了 是吧就不会打印了 好 这就是我们基本的一个BGBOX安装完成的一个框架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从这个基础为起点开始来构建我们的根文件系统 我们的工作就会简单很多 我们的工作就会简单很多 就会简单很多 那么今天我们就先讲了怎么样 从年开始来构建一个我们的最小的根文系统 然后以及如何 以及怎么样 就是说用BGBOX作为一个高的起点 作为一个更高的起点 就是说更简单的来进行我们的根文系统的一个电质 根文系统的一个电质 就是说用BGBOX安装的一个电质